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年2009年的县长选举 尽管张化南投县长都是蓝天战胜绿地 但是蓝绿总得票数却出现警讯 蓝只小赢了10万票 到了去年2010五都大选大台中地区 黑尾鱼苏家全对决五都强棒的胡志强 跌破眼镜了创造了略赢在大台中的得票奇迹 蓝军更只小赢4万票不到 浮现蓝销绿长的趋势 加上昔日宋城长大本营中兴新村 军撼动泛蓝铁票区处处狙击 让中台湾蓝军选情 父辈受敌 情势诡诀 充满变数 其实看长了小英能守住阿扁防线吗 马总统是否能靠逆转胜的7000老农金贴 守住中台湾农民票 2012总统大选关键之战的中张头 有可能出现2004年之后的第一个死亡交叉吗 中天决胜观点 决战2012 下回见